歡迎回到健康日記 聽說小元你有對於健身的一個疑問 想要請教醫師 想問醫師說 因為健身房通常還有溫度會控制在 可能比較涼快的感覺上面 那跟在外面運動 就是溫度會有差別 這樣對身體會有影響 或是健身效果會不會有影響 是 溫度的部分 溫度的部分不會影響到健身的一個效果 但是它會影響到你需要做一個 熱身運動的一個長短的一個時間 那溫度越低 肌肉越僵硬 關節越僵硬 所以你需要花比較多的一個時間 讓肌肉變熱 溫度上升 它延展性才會比較好 那如果外面太熱也不適合 因為可能水分流失太快 會有中暑的一個危險 是 所以太冷跟太熱都不行 都要特別注意 是 Chris 你自己是不是也有一些問題想問 想請問一下醫生 如果多久沒運動的話 肌肉就會萎縮還有鬆弛呢 就是說在一個最極端的一個狀況 如果我們讓一個人就完全躺平 休息 不做任何活動 不下床 那或者是說 大家可能有看過有一些朋友 他有骨折打過石膏的一個經驗 那在這種極端的一個例子 他都不動 讓他沒辦法 那肌肉沒辦法收縮的一個狀況 根據研究大概一到兩個禮拜 他的一個肌肉的一個質量就開始會下降 那肌力會也會開始會下降 那也許外觀還看不出來 但是裡面其實已經產生了一個變化 那如果大家之前有做過一些重量訓練 練的 肌肉練起來的 但是如果你荒廢超過三個月 那一切就是從頭開始 從頭再開始練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例如說 臥床的病人 他們長時間沒動 結果突然可能超過半年 他的那個小腿都特別的細 就是肌肉萎縮了 是 楊剛 如果沒有時間到健身房 你有沒有幾個簡易的一些 pepper可以教我們 好 這邊我要跟大家 就是最主要是介紹說 我們拿一個水瓶呢 其實基本上 他不只水瓶可以喝水 基本上水瓶也可以拿來做 我們的肌肉運動的訓練 要多重 要撞多少水 基本上嬰冷而已 女生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拿這一罐的薄薄皮就夠了 大概差不多一千五 對 大部分的女生的強度 基本上就夠了 那我們這邊要做的話 我們就是拿到側邊 那我們許許的記得 我們都是記得一個觀念 就是說我們在吐氣的時候 是處理 然後吸氣的時候 都是比較收縮回來的部分 所以很多人會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吐還吸 要吐還吸 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基本上就是生物吸下去的時候 你會延展 慢慢生物吸 吸飽 好 讓他延展一下 然後吐氣 呼 他就會回來 回到適當位置 然後生物吸 吐氣 對 那我們這部分的話是側膚肌 也就是大家最喜歡練的 人魚腺 對 這是側膚肌的部分 所以在家就能練人魚腺 對 沒錯 那再來就是說 我要拿比較輕的 因為很多女生會覺得說 這個重量如果太重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講 就是很多女生打字 男生也是打字 會有五十肩 或者說甚至肩膀 會覺得很緊繃 那我們在家裡或辦公室的時候 我們常常可以把水瓶拿起來 大概六百CC的一個水瓶嗎 對 然後做深呼吸 吐氣 那我們的循環都是配合呼吸 深呼吸 吐氣 對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手都是打成垂直的部分 這樣子做 那動作不用 其實不用太快 就像我們剛剛這樣 深呼吸這樣做 基本上做大概八 如果這種強度的話 建議大家做十五到二十下的話 就會發現會有一點痠 對 那在部分的話 就是水瓶 好 用完了 我們可以喝一點水 對 之後呢 我們再來做一個 比較強度的一個部分 很多人會覺得說 我們的手 會有白白袖 怎麼甩都 對 會覺得 喔 很很麻煩 那我們其實在椅子上面的話 也可以做到一些訓練 我們在椅子部分的話 手 這個部分的話 需要大家稍微熱身一下 因為這部分稍微有一點強度 所以說我們在做的時候 也是一樣 深呼吸 然後腳垂直九十度就可以放鬆 讓手臂慢慢下去 深呼吸 那下去的時候 我們不要太下去 因為到底的時候 很容易傷到我們的肩膀 那基本上我們 呈九十度的部分就好了 好 再吐氣 深呼吸 吐氣 吐氣 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的手臂的線條 就會跟著慢慢訓練出來 吐氣 尤其是在緊繃的時候 可以告別蝴蝶熊 深呼吸 絕對可以 男女生都可以在家裡試試看 對 好 再來 我不是在這邊休息 我是要換下一個動作 那下一個動作的話 我們就是要在家裡 就是也可以做到我們的腹肌 腹肌其實跟核心肌群都一樣 我們平常就應該要鍛鍊 那鍛鍊的部分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用四十五度腳 然後腳有點收縮 深呼吸 好 配合 對 看楊剛做感覺好輕鬆 而且是一種享受 對 早上 早上可以稍微就是先做這個 尤其是早上做的時候 其實它可以讓精神狀況更好 對 所以這時候就不需要咖啡了 這時候如果加個咖啡會更好 我們還想說不需要咖啡提升 對對對 好 ok 是 所以簡單的這個動作 剛剛楊剛有提到就是說 熱身也很重要 最後想要問李醫師 我們如何避免運動傷害 其實就像剛剛所說的 其實避免運動傷害就是運動前的一個暖身 跟運動後的一個緩和運動都是很重要的 運動前的暖身可以讓肌肉長度增加 避免運動傷害 肌肉的一個收縮率也會比較好 那運動後的一個緩和運動的話 它可以讓我們的一個心跳恢復到正常 那也可以加速我們一個乳酸的一個代謝 那減少這個肌肉痠痛的一個狀況 是 其實希望今天的節目能夠讓大家都能夠有健美身材 而且又沒有運動負擔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李醫師 非常謝謝楊剛 以及現場的三位觀眾朋友 我們健康日記 下次見 但是所以那個運動